我们是南南的新加拿拿 我的家在翠花普通23号 门口有一个大大的核桃树 我想要一个大大的房子 有吃饭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 白天能看到太阳公公就好啊 可我的家却是这样的 房子特别的窄 画画就只能趴在床上 这里住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我 实在是太挤了 还有一个多月 我马上就要当姐姐了 这里就要生活六个人了 我叫王薇 今年33岁 目前怀着二宝已经八个多月了 在这个家里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大部分的时间只能是坐在床上 我们家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窄 是又窄又小 想想想 突出不房子 太热情了 太年充 太窄 房子里边太窄 那太窄会怎么样呢 跑不开 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23号 是一个杂院 本期节目的委托人 来自苍州的一家五口 就住在核桃树下的耳房里 房子仅有18平米 由一个8平米的尖顶老房 和一个10平米的平顶自建房组成 入户门位于房子西墙的南端 一进门正对着的是厨房 面积1.5平米 房子的最南端是卫生间 而厨房的北侧 一个窄过道旁 是年轻小夫妻的卧室 再往北走 是集餐厅和老人房 余一身的主房 房子的长度8米5 宽度仅有2米2 这样狭长的户型 在暖冷的新家节目里 还是第一次出现 那么迎接这次免费装修改造的 究竟是哪位设计师呢 王熙元 80后新锐设计师 曾在节目中改造过百年民国老楼 以及家里有棵树的房子 备受好评 本次回归暖暖的新家 它是否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第三次暖家之旅 第三场极限改造 18平米不是我改造的最小面 但2米2 却是一个极限宽度 这个宽度只能并排站下4个人 面积只能放下4张双双 对我而言 必将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挑战 根据节目负责 设计师要和委托家庭 同吃同住24小时 切身了解和体验 他们的生活不变 你好阿姨 我是那个设计师 你好你好 请进 不方便你就坐吧 能过呢 慢点 我没有想到 它的小的这个形状很奇怪 非常窄 然后很长 像一个瘦长条的文具盒而已 他们家的这个瘦长条的这个木居 导致他们家所有的功能 全都是串联的 各位看官 暖家小科普时间 串联原本是一个物理名词 指的是电路元件逐个顺次 手尾箱连接 设计师这里所说的串联 是指业主家房子的各个功能区 呈现出的效果和串联电路一样 通过A才能到B 通过B才能去C 而无法从A直接到达C 这样的空宣布局在使用上 就会产生诸多不变 由于房间太小 里屋的空地面积不足两平米 一堆成年人在里面显得异常拥挤 仿佛置身高峰期的地铁一样 无奈设计师只能将自己的助手 心形请出房间 三米几一几了 这房大概没有多款 我看挺窄的 这就是那一标准的两米的床 就平着放下 两米床基本的站马 对 对 这张站马 两米二乘以九米的一个长方形 对 一个长方形 火车射箱也 对 这是够瘦床的 它的这个房间的轮廓线 很窄 很长 是一个瘦床条 像文艺盒的一个东西 我感觉他们家这几口人 就像铅笔马在文艺盒里一样 这个宽度只有两米多宽 所以说它这个拥挤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 顶子里边的盐棉 保温还漏 平顶自建房的屋顶 是彩钢板质地 里边塞了保温盐棉 但业主在当时自己修盖的时候 新旧屋顶衔接处的 彩钢板侧边并没有封闭 这个材料是完全暴露 在房间的空气上 首先第一 保温性的大大折口 这是一个风口 寒气热气都会从这关进来 第二 盐棉这个东西 它是有这个有害粉尘的 长期吸入就人体是有危害的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咱们现在五个人 就用这么一个桌子吗 对 五个人就用这个桌子 这船条也就不能要了 也就很早了 都已经空了 为了帮助设计师 更好地完成本次的入户体验 切实感受这家人生活的不便 栏目组为设计师 准备了一项特别的道具 这什么 体验体验我的生活 这是惊喜是吗 不要了吧 你这太有创意了吧 完全没想到 24小时体验的时候 居然还增加了难度 没想到这辈子 他可以感受孕妇 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这栏目组 这什么都有 这都上哪找的 为了注量 我还是会给你加一个这个 好 小心啊 先让我掉下去 好 专业吗 这个像蛮好 这是一件体验孕妇不便的特别服装 穿上它 设计师王熙元 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 有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 洗衣机被放置在洗手间的进门处 通道距离仅剩30公分 一般成年人通行都只能侧身 而对于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而言 通行难度可想而知 水龙头开关位于洗手间 移进门左手边的墙上 由于和洗衣机的距离太近 所以对于孕妇王薇来说 这种尴尬常常发生 现在身子也是比较笨 进来的时候不经意 老是会把这个水龙头给碰开 有的时候碰开之后 那溅的水就溅到身体上 还是挺冷的 别吸气吧 别把孩子给吸气 我这也不挤着孩子乱瞒 小心一点 水平时也经常挂在这吗 对有时候也不经意也挂 容易挂到龙头 你就摁上就乖了 真是是连魂套 您个子别想到 最高度交我脑门 这得小心点 我刚才看就造材好像比一般造材要高很多 您这高屋下坐着其实算还不舒服 太难受了 这两架子的鸽海特难受 都酸了 我坐下这一招来 我这胳膊酸得不行 厨房的面积仅有1.5平米 厨台乘L型 当时为了节省空间 夜主将一个小冰箱放置在了厨柜下方 因此厨台的高度就达到了94公分 比一般正常厨台的高度多了15公分 这让身高仅有一米五五的张阿姨 在做饭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 这还垫高一块板子的时候干什么 对 因为我不垫高了 我够不着洗菜 身高矮 厨台高 有些时候张阿姨甚至要借助工具才能切菜 洗菜池是在转角的位置是吗 对 为了给这儿空出一弹件来 那能够得到吗 不仅厨台的高度有问题 布局也非常不合理 洗菜池被放置在转角处 水龙头与橱柜边缘距离达到40公分 我试试我这八个月都放过去 这样一个位于转角的洗菜池 对于一个孕妇来说 使用起来就更难了 这板子我都不用了 身高度是不 那就是腰围 哎呦 这一直吸着气呢我现在是 肚子一直挺着 是 特难受 这个状况这王维基本上 那就是真的没法占这个石子 它帮不了我 我这是个儿比它高 胳膊比它长 对 而且它现在快要生了 还有肚子挺的 根本帮不上忙 里边基本上这档的石子就非常没用了 对 由于料理台面小 备好的食材只能堆放在案板上 准备辅料就只能见缝插针了 本来刀法也不准备 这等于是在泥宫里头找的位置切寸 好 OK 哎呀 掉了 为什么 我还真堆不下去 我还真 肚子大就行动不变 我从后边 慢点啊 OK 我不会只要沾海的话就流入了 我这关键是没经验 碰了好几回 你看阿姨现在做饭 这个问题很严重 一直踩着一个板 你看这个小 这板是活的 厨房有点油啊 一滑这都是危险 哎呦 哎呦 你可小事啊 你没事吧 没事我没事 我是说你这个 太恐怖了 这关键是肚子挡着 看不见 看不见脚下 两个卧室的地面 有25公分的高度差 门框和台阶相邻很近 磕碰就经常发生 这肚子挡着 其实看不到脚下 什么都看不见 这油烟不小啊 平时做饭也这么大烟吗 阿姨 对 那烟大怎么办 这排行器我看不起什么作用 开开门吧 把屋门口的门开开吧 由于厨房正对着入户门 所以为了避免油烟过大 平时阿姨做饭都会把门打开 但这样夏天文营太多 冬天又会太冷 再加上厨房是半开放的 油烟就一直往屋里跑 厨房面积小 但一家人又都喜欢吃面食 这给负责照顾一家老小 饮食起屈的张阿姨 带来了重重的困难 这就蹲着在地上火 没劲 太窄了 你看我蹲着疼 这么蹲着都挺难受了 你看我喝一会面 这腿也疼 腿也酸了 腰也直不起来 腰也疼 太难受了 吃腰都难受 只要天气允许 家门口的空地 就成了张阿姨 做面食的首选之处 然而户外包饺子 问题只会更多 这怎么办呢 掉了个树鱼也多脏啊 干净的把它弄出来 把这馅儿碍 亏了没掉个厨物 吃饺子对我们家来说 太不容易了 来 孕妇来给你们上菜了 各位小心 好不容易做好了饭 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餐桌 设计师和一家人 只能挤在一个70公分宽的小矮桌旁 在这个家里找不到一张正常高度的椅子 最多的就是这种小马扎 这样才不用占空间 吃饭也最为方便 老师你怎么不吃菜呀 我吃 你随便 不好夹呢 稍微有点费劲 行 没事 我 可以 您放了 我吃这边 好 带着孕妇装 我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床上 我基本要趴在自己的腿上吃饭 我当时最想吃的那几个菜都是在远处 所以肚子限制到我想吃的菜我加不到 所以我只能拿着一个馒头 馒头一直在啃 导演 导演 怎么了 跟你请说个事来 这个肚子实在太难受了 要不要把它拖了 菜都够不着了 你能感受到后看那个 身有感受 身有感受 饶走 不是动作 桌子边缘 和冰箱之间的一个小夹放 阿姨坐在那 夹菜的时候呢 这个手肘已经贴到冰箱了 感觉是打着夹板 打着夹板在吃饭 即使没有设计师在 一家五口平时吃饭的时候 也是非常拥挤的 把这桌子放下来 把这冰箱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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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来了 这是干嘛用的 你看床上这些东西 要不睡不开这么多人 这衣服什么的都要放在这上 这三桌多功能啊 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要这么折腾 对 每天晚上 晚上放这 早晨搬回来 早晨再搬回来 每天都这么折腾 一家五口人 只有一个衣柜 很多东西就只能堆在床上 而小贩桌在每天晚上 还要再次打开 放置这些杂物 给老两口和孙女 腾出睡觉的地方 两个小夫妻睡的这个床 是在老人房的门口 通道的房边 所以老人如果一旦要起夜的话 必然要经过小夫妻的房间 平时王威和老公 就睡在这个过道旁的房间 说是房间 其实并没有房门 所以隐私性很差 平时只能靠拉一张帘子 和公共的过道隔开 但除了没有私密性以外 影响睡眠才是最大的问题 只要里屋的人开门 就必须先翻起 小夫妻床垫的一角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房和自建房 组成的并不是一个 规整的长方形 而是发生了偏离 整个自建部分 以十度的角度向西侧倾斜 因为这个房子有点斜 所以呢 就是这个床垫会探出一点来 开门的时候 总会打到这个床垫 也要把床垫掀起来 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 影响人睡觉 由于倾斜角度的客观存在 所以当初业主特意定制了一个 成梯形的榻榻米 用它来找齐倾斜的角度 但是榻榻米完工后 新的问题出现了 床垫都是规则的长方形 因此按照梯形的底边宽度 购买的床垫 铺上以后 在榻榻米的上方就多出了一角 而这个多出的一角 就正好超过了门框 因此开门就受到了阻碍 不仅如此 这一夜还有新的困扰 等待着设计师 我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听外面风很大 基本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感觉我的头顶上 这个天花板 咚咚的就开始响 很大的响声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 时不长地突然掉了一颗 你毫无防备 而且声音挺大的 挺清脆的一颗声音 用盒子的声音 他们家家电的顶子 是从彩高板做的 表面也没有做什么隔音 所以说他们家家电的房子就像一个鼓一样 这盒头就变成了鼓车 在敲的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响声非常大 这个盒头砸到 房里面里头 咚一声急接车 咕咕咕咕就跪上去了 所以那一晚上基本的 我基本没怎么睡 18平米六口支架 至少需要三个卧室 再加上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 共七个必备功能区 每个功能区的平均面积 仅有2.5平米 设计师王西元究竟要如何打造 这三室两厅一出一味呢 这里是暖暖的新家第四季 今天对于家人来说 应该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是 我们要拓土动工 然后要住新家 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就要上交我们的家钥匙了 这意味着我们将正式为你们改造 属于你们的暖暖的新家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旗管家 叔叔您好 旗家作为一个装修大口味平台 我们会按照旗家施工工艺标准 进行严格施工 把样交给我 你尽管放心 好 而且与此同时呢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装修改造款项 打入到旗家钱包 我们的旗管家说合格之后 我们将会最终放款 所以绝对安全 怎么样 质量方面放心了吧 行 放心吧 好 阿姨将钥匙交给我们的旗管家 哇 好 成功 能耐的新家 要开始动工了 拜托你们了 好 谢谢 拜拜 再见 收房件 可是 清拆还没有结束 一场终督就将设计方案全部推翻 找设计师 然后你再从你脑子 不是 你在那门就不对 开不了门吗 这开门 我怎么走 他门往里开 他往里开 不可以 你看我这儿没法搁东西了 我这儿不能 他假如出来进去 我这儿要搁点他们东西 反正你这儿不能开 你让找设计师 然后你再从你脑子 是这样 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很严重 你隔壁的邻居 你开门的位置 人家齐出一意 人家肯定是 不让咱们这道开门的 所以那块空间不归房子 我想法也不是说想把这地方给占了 万一我要装修的时候 你要往外拓地 你这开门 他不对 你就爱事了 设计师原本想要将入户门的位置 向北挪到西墙中间的位置 这样改造后 一家人进门 都要经过核桃树以北的这块小空地 可由于业主家仅仅是耳房的一半 这块小空地属于邻居窗前的地方 入户门位置的改动 虽然没有占用这块空间 但人进进出出 会对邻居的使用有所影响 门是现在这个方案里头最关键的一个点 它往两边走 这等一个通道解决所有的方案的功能 没有穿越 但现在如果这个门不让我改的话 那这个方案整个都有做法 将入户门调整到中间 是解决业主家原有布局 呈现串联形态的一个最好方法 但现实已经将这个想法彻底的推翻了 这就意味着 依托于入户门的位置 所进行的方案布局要全部重来 这个房子你看本来就是特别窄长 两米乘以九米 就相当于一个灌道盒子里上特别难做 应该太窄了嘛 所以说现在好不如想出一个办法 它不让我动 所以这等于门上站 我现在有点真是无忌本师了 真的 开工第一天 随着轻拆的进行 房子的原貌得以暴露了出来 然而地基的状况 让设计师的心情更加雪上加霜 这么重的一个墙 现在根本就几乎没有技术 等于就直接落到那个已经软掉的烂泥 原来三合肚是有强度的 已经长期受潮 这三个肚子已经出泥了 由于墙体是二房两家够用 所以无法拆除重建 设计师和施工方决定 在现有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对房子进行加固 原有的采钢板屋顶 保温隔热都很有问题 而且与老房的衔接 并没有做收边的处理 留下了安全隐患 加上每到秋天 核桃掉落在屋顶的声音 会给业主带来很大的困扰 所以改造的第一步 就是重新做屋顶 我们这次是用H型钢 在这个房子的顶部 先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框架 然后在框架椅上 我们做了一个钢板 钢板上面再做光金混凝土 再做防水 再做水泥沙江找平 那么从强度上和耐久性 包括保温 隔音降噪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可以试一下 就当时我们试柱的时候 核桃砸在上面 基本上砸在里面一样 声音很大 但是如果说砸在现在的这个 里面就不会有这种声音 噪音出现 它可不是要害养你 为了解决房子基础 过于薄弱的问题 施工方将整个老屋的地面和墙壁 绑上了钢筋网 用混凝土胶筑的方法 形成一个新的整板基础和板墙结构 这种方法解决了老房子地基存在的隐患 老旧墙体也更加牢固 但是却产生了新的问题 新形成的板墙结构厚度达到10公分 房子由2米2的宽度 变成了只有2米的宽度 有一个问题 你马桶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宽度不太高是吗 50公分 你的这些墙呢 马桶的这个区域最极限不能低于60公分 现在还是吗 现在已经低于60了 现在只有50公分 铁瓷座的那个混凝土的墙 就是再薄了 你也做起来都10公分了 墙做成玻璃了 5毫米加5毫米刚才 对5加5的 双层了 双层了 这样它也不会碎 刚发墙的墙壁 对对对 设计师要将楼梯 主通道 卫生间三个功能并排 放入2米宽的房子里 每一个功能都必须精打细算 不能有一点闪失 一厘米一厘米的粥 你说这个20公分到其他房子的地方都不算什么 怎么着都消化掉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 20公分是要命啊 要命啊 2米2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宽度 会让设计师如此一筹莫展 栏目组特地在一个长38米 宽19米的小足球场半场 1比1还原了业主家的户型 今天啊 北京的天气特别的好 但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朋友 好像似乎心情就不那么美丽了吧 是吧 王老师 没错 这次给我的这个户型挑战性很大 很棘手 我就不太明白了 为什么这次的户型就难倒你了呢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 到底这种房子难点在哪 所以我觉得想更直观地诠释一下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道具 设计师王熙元带来了家庭必备的部分家具 和家电的1比1平面模型 这些都是满足业主家需求的极限小尺寸 今天啊 在这个1比1的户型里 小熙将以普通观众的身份规划布局 她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呢 大功告成 多快 这么快 是的 餐桌现在你可以几个人吃饭 几几呗 几几 顶多能做四个人 四个 一二三四 OK 少两个人 楼梯现在放这不能成立 因为这是平层部分 但是现在你把冰箱放到卧室里了是吗 你放在这冰箱门也打不开 大功告成 好 第一个问题啊 卫生间是要有墙的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墙跟餐桌就会打架 第二就是 如果你的电视柜放在这 你现在楼梯怎么上去呢 这地方有个尖角 卖 卖过去 好吧 这也是个问题 刚刚完成 我觉得这一遍肯定没问题 问题来了 你的马桶和洗手盘现在是开放的对吗 如果说这样做卫生间的话 肯定要有个墙 你的通道就会把主通道挤掉 躺在床看见是 对啊 你看看北京卫视春晚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沙发跟床现在形成一个尖角 等于是你现在要进入房间的通道 没有了 而且你注意啊 现在只有一张床 六个人的家需要几张床 我觉得今天这案子要夭折了 所以说啊 今天这个尝试说明 两米二真的是我们设计师的极限挑战了 不过我们有设计师啊 所以王老师加油 努力加油 在这么一个房间里要解决六口人 住 然后吃饭 客厅 没时间 有储物是哪里 包括冰箱洗衣机这么多东西 怎么往里擺 经过多次的论证 设计师决定将厨房放置在整个瘦肠户型的中间位置 两端座卧室 然而这个布局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留给厨房客厅和餐厅三个家庭必备功能区的总面积 仅剩六平米 保留我六个人用餐的一个餐桌 然后那个只能舍去一个电视面墙 没有电视不行吧 正当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现场的一个小意外 却让设计师王熙元看到了一丝曙光 王总 OK OK 好 有一个办法 这场小意外究竟给设计师带来了怎样的灵感 十八平米打造三室两厅 一厨一味 最终能实现吗 今天到了铺地专的阶段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 一般铺装的分为两种 单铺跟湿谱 尤其在北人间 一般采用的都是湿谱法 湿谱一般比较薄 而且它的水泥沙浆水分比较多 干些更牢固 经过测试 地专的空母植在标准范围之内 中心被拥有空母植 我们看到地专整体铺裂比较平减干净 不明显裂而却能调整现场 整体铺裂比较美观 符合标准 这样子不对知道吗 你怎么能当高的肚子呢 你刚才那样子是不对的知道吗 我看了 我看了 出去 想帮我忙 这团的肚子呢 就要坐在这里 你先说 肚子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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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 光给他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房间 我觉得不够 是不是咱们能想什么办法 让你家里面有某些设计或者什么东西 是专门为他 现在他这个空间呢特别小 刚需的一些需求 我们现在放在里面已经很实际限了 其实现在麻烦呢 还有这个二胎 马上新生的就像这个小孩 你现在刚出生的时候 需要跟父母睡在一起 然后你过不了多长时间以后 他可能就需要再换一个地方 他从这个人面前 在18平米的空间 为六口人实现三室两厅 一除一味 解决刚性需求都已经非常困难 设计师会想出怎样的方法 在实现儿童房的基础上 帮助凡凡战胜内心的焦虑呢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在北京电视台 去往录像棚的地方 那我身边是谁呢 咚咚咚咚 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王熙元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 暂时保密 待会你就知道了 走 第四季暖暖的新家DIY环节 在这里 不管是家里的老物件 还是没用的垃圾 都能便废为宝 让我们一起见证 奇迹时刻的到来 我们同时呢 在线直播 任何网友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同步问出 首先是我们要用矿泉水瓶 给这个云海灯 做一个股价出来 我们的网友问说 是用的油瓶子可以吗 可以啊 油瓶也可以 第二步就是用这个胶水 在这个瓶子骨架上 均匀的涂抹上胶水 一定要均匀 这个棉花最好是 取一个适中大小 然后粘的时候注意 这个棉花呀 跟这个瓶口 连接的部分 可以让这么揉一揉 让它能够贴紧 对 贴紧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灯 加到这个云海里 欢迎回家 今天我们能够重逢见面 这就意味着你们的暖家改造之力 已经顺利完成了 来 有请齐管家 叔叔阿姨你好 您家的装修已经严格 按照七家出风工艺标准 装修完毕 工艺店已经合合了 现在把钥匙还给您 拿到新家钥匙 那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在七家钱包 最终来进行付款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真正满意就付款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回家 走 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 即将迎来二胎的一家人 终于迎来了收房时刻 这好不小 真好 看下来有什么 有门牌的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这个字啊 你忘了你那个猪字吧 猪 猪 猪宅 原本杂乱的大门口 白色的外墙搭配木制的门牌 让回家的人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 看看进去什么样子了 看看进去咱们的新家什么样子了 哎呀 哎呀 真 我没想起来 你没想起来 是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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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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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